这对朴实的老夫妻已过花家之年 年轻时 他们俩在平凡的生活中相互照顾 过得十分幸福甜蜜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 突如其来的噩耗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他们心心念念要找的人到底是谁 又是怎样的信念 让他们互相跟随着走了三十年 有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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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位这边请 大伙好 书总好 您好 来 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伙在那边呢 跟他们问问好 大伙好 欢迎您 来 请坐 请坐 好 不着急啊 二位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 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 我们被拖将来 我们来就为了找我们大闺女 来找大闺女来 我们大闺女叫蓝村利 我们的邻居 邻居 邻居叫王全 他给我们拉走的 他把大闺女拉走的 他给我们拉走了 拉走的三人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我们找的三人多年 也没找到 您跟我们讲讲 您什么时候认识 什么时候结婚的 都是东北人不 都是东北的 我那这我二十一 他二十四 我们俩人是也计数着 计数认识的 我们俩离到二十多里地 二十五里地吧 他来到我们家 我看这效果挺好的 完了王俩人 我认识完了就结婚了 结婚了 结婚了 完了王俩旅行结的婚 旅行结的婚 您哪年结的婚啊 连结婚我都不知道 旅行结的婚 那时候实行旅行结婚 现在人说实行旅行结婚 没事 您盘上挺好的 在东北家里 咱就这么盘着 对不对 看上这么坐着 没事 可以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伙 怎么舒服您就怎么坐 咱就聊 咱就烙 是吧 咱就烙嗑 拜托鞋 鞋那就拜托了 拜托鞋 排上吧 没事 我问问您 现在才叫旅行结婚 很多年轻人说出去 我们不办婚礼了 上个什么海岛啊 远处旅行玩一圈 您那时候这么时髦 您去哪旅行结婚了 我们呢 我们就是上公社 走到巴厘地 完了 我们俩就 在公社上 还算一圈 回来 我们俩就结婚 那公社家穷啊 没钱呢 没 搬着搁啥搬着 等于就是 巴厘地上公社 溜达礼圈 就旅行结婚 也行 挺好 我觉得挺好 等完结完了 回来不就结结婚吗 是我结婚第二年 有我们的大姑娘 蓝春丽 去完了 就有我们的老姑娘了 我大姑娘六十年 往去上刷海山 跟刷海山的话 租个小房 是搬到那儿去住了 嗯 我们搬到那儿去住了 干嘛搬到那儿去了 往个人说 干活 给煤矿干活啊 哦 是煤矿 煤矿干活 给煤矿干活 那时候大姑娘 二姑娘都多大岁数啊 那时候大姑娘 九岁 九岁年丢的 嗯 我们二姑娘 七岁 七岁 嗯 王权是您家邻居是吗 我们家邻居 邻居 也跟您家老头一块上班 在煤矿 嗯 都认识 我们住东西屋 哦 我呢 他回来 他也不买粮 他也不买啥 就给我那屋吃 嗯 给我那屋 反正吃着我去 穿着我去 盖背还是我去 哦 我就那么攻他 完了 他归心我了 他坏我一把 和孩子给我领走了 他怎么给孩子 给领走的呀 这些孩子 四五个孩子 给外头玩 他订个小爬的 嗯 完了 他也没给捂 那东西捂 他开不开门 我也知道 嗯 我老姑娘也给外头 我老姑娘说 王叔我怪迷糊的 说你迷糊 你进屋吃点药 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来求你来 嗯 这话说完了 完了我们老姑娘进屋了 嗯 进屋了 他爬的 订不完了 嗯 完了 拉我们的大姑娘走 拉我们的男子里走 他就把大姑娘 放在爬里上拉屋啊 拉走去 完了这这几个孩子 就进屋了 说大娘啊 嗯 我说干啥 小弟一样往全拉走了 我说拉上哪去了 他说拉上哪玩去了 您当时还没当回事 我当时我还没当回事 完了黑天也没回来 完了他回来了 我说 我说那往全拉 不给咱们小弟拉哪去了 他说不拉不上哪玩去了 完了这不就撂去了吗 这这 都没当回事 都没当回事 心心的给拉走了 没心心的给拉走了 没心心的给拉走了 对他那么好 他能给孩子给拉走了 嗯 以为就是去哪玩玩去 嗯 过不多久就回来了 对 嗯 结果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 回不来了 过了一天 一天零 一宿吧 过了一天一宿 都没回来 没回来 我这 受不了了 这些 着急了 不是着急 我这脑子就受不了了 啥也不知道了 也不是黑呀 不是黑 一些白一些了 这小弟就攥在我手啊 这都攥在我手 妈呀你回家吧 妈呀你回家吧 我说回啥家呀 还有家了吗 我问你大姐都没了 我还有家了吗 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了 你说你穿不穿鞋都不知道了 你穿不穿衣都不知道 坐抗炎边 我就听孩子说 给外头说 妈你给我开门呢 妈你给我开门呢 召唤两声 就没动静了 我就说你 我说赶快给孩子开门 你还回来了 你也说 我咋没听着他喊呢 我说他喊了喊两声 喊两声我都听着了 我说赶快给他开门 给孩子冻死了 你也去开门哪有 没有孩子 往后给康炎边坐 我就下地了 下地我就让外走 你也说你上哪去 我又不跟他俩支撑 上哪去 他说两声地 我没支撑 我就旅的道 就让东干 让东走 我俩就各个小经口找 我给到北找 完了找到头 完了到南南还有经口 我就各个小经口看 我就趴着快看 这不有他人 有头灯吗 我就拿着头灯 我就趴着快看 有耗我就跟那个耗 拔了拔了 你得洗澡啊 完了也没有 您这个孕护的状态 有多少年才缓过来 那跟我建议 要有了两个多月吧 孕了两个多月 我老姑娘也说 妈呀你白这样啊 你这样我大姐回来 你咋整啊 我说你大姐回来 咋整 你大姐回来我就好了 你大姐不回来 我这病我就好不了了 那是病根 我说是死亡权 他不是给我领哪去了 要抓着这个亡权 我就给他两刀 我给他就两结 我都不解恨 恨死他了 我就恨他 这不给那刷牙刷 给煤矿 干了二年 学没二年 也没学没着 也没学没着 没学没着啊 那这不后也遇不上呢 上哪儿去了 不许上常说你 老头跟家里付了不少 老头哪累呢 工去 又下井 往那捡没快 跟他捡没快 下过井 往下井的工去吧 下井 下井又是啥 打仰方炮 打仰方炮 捡没快 往那顶上捡 有大没快 我就搬上去了 往那这老头 搬不动 就体格不好 我得将近我这老头啊 往那大没快 我就搬上去了 搬上落着一落 腰尺 小没快 往那跟他大没快 往那整个园一圈 往那样就离哥 我们俩就跟那块干这活 把一件没快 往那学没孩子 跟那块干了二年 再学没二年 没学没着 就跟那块没学没着 又回来 回来 回来上 上哪了 上华南 回来我们是上华南 华南又进口 我们又上进口 就往前 旁一活他不能干 就下井活他能干 都去过哪些地方 一开始在刷山 刷山 长村 黑河 华南 华南 都没矿 有没矿的地儿 反正能跑的都跑了 都没找着过 都没找着过 往那会儿 给华南那块回来 往那上山东 上山东那块 说往前山东那块 给山东住 他说给那块住 说是那 那时候人都不合得 怎么话 他说他是那儿的人 但是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起码 可能有点希望 就去了山东了 去山东到那找了 到那块就 没钱 得找活干 当时先找活干 干啥活呢 咋回事 这不问马路吗 我给这边扫 他给那边扫 反正我这块扫完了 我就上他那边扫 我知道他体格不好啊 把累住他呀 要帮他干点 我帮他干 我敢干活吧 敢学们孩子 我们俩都学们啊 干了不到一年 然后我就得病了 得病了 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啊 五十五十一二五十吧 嗯 那工具 嗯 我因为这孩子病倒的 这孩子要不丢 他不能得这个 出医院回去了 脑梗梗了 脑梗了 颈椎了 又都半生不随了 这病那病都有了 这脑梗是最危险的啊 是 完了大夫不说吗 你这来得早啊 要来就晚了 老头就完了 腰带了 如果下去 我也 我也不知咋地好了 我们俩就回去了 到家完了 又打针 又给他吃药 打一个多月 完了就老头起来了 起来完嘛 这还是不行啊 我说 哎呀 我说还得找啊 给这块回来了 回来 我们就上 那个叫什么地方了 广东 我们就上广东去的 怎么又去广东了 那么远啊 广东不说卖孩子 要那块 卖孩子啥的吗 然后我们就上这块 就打上去 那什么时候啊 哪年您去的广东 最说话都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嗯 我们俩就找着孩子 完了找着孩子 没钱了 黑了给那 给那 桥栋啊 妈妈给桥栋 我堕一宿 哎呦 没地儿住 上桥栋子里住 嗯 完了 有旅店 住不起旅店 不舍得花点钱 没有钱呢 那真没有钱呢 嗯 住旅店 你不还得花钱吗 吃喝 你不还得花钱吗 嗯 完了 我们俩就 给桥栋住了 住了 完了 拿个行李 我给他扑上了 他躺着 快躺着 我都守着他呀 嗯 走着他 我就 四万 走人 我就看 我说 这王小伙要给他 还要瞅着你吧 啊 我就给你拽过来 瞅着我大姑娘 瞅着你 完了 瞅我又没瞅着他 然后两天了 然后 结果没有钱了 嗯 跟老姑娘打电话 老姑娘给一九和两个钱 我们俩回去家 就就给那 各个团子找吧 还继续找 嗯 继续找 然后 我们上大队 嗯 报队干嘛 就问我嘛 你大姑娘找着了吗 说你要想找我 就给那个 我就要那边打电话 完了 打电话 可以打电话 嗯 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 把栏目组给我打电话 帮着一块找 嗯 是 就靠您夫妻俩老人找 这哪找去啊 这三十年 您有没有想过 说这个生活太困难了 我先不找孩子了 我先好好过过生活 想过这事没有 没想过 我们到哪吧 没有钱嘛 就跟那块 打两个月宫 挣两个钱 手里又有钱了 这才是找孩子 我们去找孩子 三十年间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寻找大女儿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已经干不动重活 身体也越来越差 但在两位老人的心里 始终惦记着寻找大女儿 生命不息 找寻不止 无论女儿情况如何 都要接她回家 我大姑娘跟那边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有磕膜窜腿啊 你给我送回来 送到我 更想我能看着她 我们来听听我们嘉宾们 我们看看有什么方法 能帮助这一对老夫妻 来 孟主任先说说 这个叔叔阿姨的经历啊 听得也挺让人心痛的 从他们的这个遭遇中啊 就能看出来 拐卖犯罪的这个危害性 作为家长呢 应该是做好 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责任 要看顾好小孩 不要把孩子 随意托付给其他人 如果现在发生这种案件 肯定要第一时间 向警方报案 那么如果是多年前被拐的 还没有采集血样的 这些父母们呢 请你们马上 与公安机关联系 然后呢 免费录录我们的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 好 谢谢孟主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事 我刚才听了这一对夫妻 虽然是这么困难 都在 哪怕一点希望 都在重找女儿 这也是骨肉情啊 我代表圆梦基金 先捐给你们三万块 如果你们今后有什么困难 继续找我们圆梦基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刘孟基金 我们一起携手 好吗 来 来 我们往前走啊 慢一点 看看我们今天 给你们带来的 帮助的结果 来 抬头看 怎么帮你们找大女儿的 门上云夫妇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远 你们在等着我 绒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女儿的名字是叫 鸾春丽 她是1980年的6月2日出生的 在1990年的1月2日 被工友带走 另外女儿的右侧 大人内侧 有烧伤之后 留下的疤痕 那么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 警方和志愿者 展开寻找 2018年 接到你们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 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 和宝贝回家寻嘱网上 进行帖子对比 随后志愿者发现了一条 1982年出生 1988年 一从黑龙江加墓斯 被拐到山东几林的寻经帖 其中描述的情况 与您提供的线索高度一致 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 相关志愿者寻找发帖人 并知道他采取送件 在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 将采集到的您的血压 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数据 入入打怪库 进行加急比对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 究竟会不会是 你们寻找多年的女儿呢 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